在傳媒 這些Youtube 都算是傳媒之一 聽到地產商新地都不夠錢花了 有一年我們團契聚會 新地有兩個弟兄過來了 感覺都蠻好的 跟我們聊天 別人在新地裏做的高層 很有錢 過來加拿大 窮鄉 聚會一下 相當給面子 一晚團契完了 就是吃宵夜 現在說十多年前 吃宵夜 大家加錢都加七十元 根本去那些人吃東西都是吃冷的貴的 很厲害 說回來 新地不夠錢 其實很多地產商都是的 你又一蓋房子 又養著這麼多的開支 這麼多設施 很厲害的時候 十個鍋 七個蓋 六個蓋 吸來吸去 吸得好 現在一差起上來 真的是嚴重的 以前的親戚都是做建築的 因為見他們 間中都會出現一些難處的 不是說真的 哇 你經常都說地產霸權 你真是 如果地產霸權 誰都做霸權 行行都有上有落的 多謝收看 歡迎訂閱 謝謝